那各位不曉得有沒有去過堅石 如果沒有的話 這個就是堅石鄉的由來 那這個是在堅石鄉 這個是在堅石鄉公所進來以後 在那個堅石的橋那邊 你們就會看到這個堅石 那這個是新竹頭前溪的上游 它叫尤羅溪 這個溪流到新竹之後就叫頭前溪 然後出海 出南寮 從南寮出海 我們在前幾年的風災 這邊常常出就是很多的死傷 然後我們的年輕人三親 整個收救隊伍就必須要一直從這個溪流往前走 然後最後有些竹人的屍體是在南寮外海撿回來的 那這個是頭前溪 然後你們也許看到了這個很有意思的東西 大家可以猜猜看這個是什麼 土地宮 土地宮還有嗎 石頭宮 對石頭宮 我之前以為是土地宮 因為不意外嘛 去土地宮不意外 因為一天是這樣 但是我後來就去醫生 然後看這裡寫 堅石也是神位 拜九頭九頭宮 我要先跟大家釐清一個觀念 原住民沒有萬物有靈論 大家不要有說原住民原始人 原始民族他們都是什麼很明信啊 萬物有靈 都相信到處都有精靈 山有山的精靈 樹有樹的精靈 我跟你講 平地人和人比他們更明信 我們看到石頭我們就拜 我們看到藏樹 我們就把藏大到圍牆 我們就去兩個風帶 圍牆 第三天你就看到有人在插香 那天啊 你如果說那邊拜八條有鑽 你就看到會再批下去 我們在整個尖石後山的很多的檜木林裡面 你會發現竟然有人在那邊開始怎麼做靈修 做漁漿 然後呢還有人怎麼樣子在那邊燒紙錢 然後呢對著那些檜木板 那你要說原住民很明信嗎 我們會覺得說他也蠻好笑的 那這個是兩種不同的文明跟文化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廟 在19大概45年國民黨統治台灣之後 1950年代國民黨全面的大量撤退來台 他要去安置那麼多的外省的軍眷 除了就是眷村或者軍公教之外 那在偏遠地區的很多的那種所謂的軍公教 退伍的老兵其實都會被安排到偏鄉裡面來什麼 當老師 所以我們部落裡面有非常多的老師 老一輩的老師都是什麼 外省人 而且呢你聽不懂他講什麼 他口音很重 口音非常的重 所以他們聽不懂 我的好朋友 小時候看到因為阿公都有文面嘛 然後呢他看到那個國小課本 你知道我們以前國小課本的第一頁第二頁都是誰 一個叫孫文 第二個叫蔣公 他看到這個孫文跟蔣公 兩個阿公都沒有文面 他們就會拿原子筆 然後幫他畫 畫完之後那個外省老師跑 啊!大不盡 對啊 然後呢兩太怕 他說打斷了兩根橫條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國家跟外省人這種黨的忠贈關係跟這樣的一個生命共同體 即便這種偏向的地方 愛國這樣的教育透過外省人然後透過國語 國文老師這些 其實他還是操控在整個偏遠地區裡面 在那個沒有道路的年代裡面 那 因為他們在身上 然後他們的國語 我們還是聽不懂 所以 我們的小孩子 我的兩個好朋友 國中的時候 在我這個年紀 再早一點點 上國中都要做那個自立側硬跟性向側硬 上國中的時候 然後呢 我們的原住民的小朋友 就是我的兩個好兄弟 做側硬的時候呢 是呀!為什麼? 他看不懂問題 那個問題的國語他看不懂那個是什麼意思 他看得懂國字 可是他看不懂組合起來的意思在問什麼 所以他們兩個後來都變怎麼樣 測驗完兩個都在起字班 測驗完兩個都分到 他是變成我們村子裡面的笑話 就是 兩個笨蛋這樣子 那 這些老師 除了就是說 破國殃米以外 他們還有一個很好玩的東西是什麼 他們開雜貨店 他們在山上大部分都會經營雜貨店 在那個山路不通的情況裡面 他們是唯一的什麼 唯一的生活是常用 用品的供應者 所以呢 這個在市場上 在經濟學上 這個叫寡戰 你要不要買 不要 沒有關係 好 你要走路三四個小時 到外面去買 那是現在坐車三十個 以前要走一天一夜 才可以到處都買東西 你要不要買 你要不要買 我很貴啊 可是你要不要買 你要不要走一天一夜 然後去把它背回來 你最後妥協了 妥協了就是什麼 原住民賺的錢很少 但是買 在山上買東西很貴 那他們同時怎麼樣呢 他們同時又做一個生意什麼 就是收購山產 就是 以前就很多山產嘛 林枝香菇各方面的 然後呢 因為它是唯一的銷售管道 你都要賣給我 然後呢 我如果不買 就是要很辛苦到平地 到竹東去找 幫你買 那你要怎麼辦 你如果說沒有那麼多的利器的話 你就是怎麼樣子 你就是用我的價格來賣給我 所以它在山上變成一個 在過去的社會裡面 在這些平地人所開的雜貨店 它又有一種類似像銀行借貸的功能 然後呢 它又有一種什麼 也是像銀行 但是它扮演又是一個剝削的功能 剝削這些農人跟窮人的功能 那這個是 早期的外産人跟原住民相遇的情況 他們叫 我們泰雅的話叫那個 叫外産人叫裴鹿 就是大鹿 裴鹿 然後我們叫那個外産人 我們叫客家人叫奶奶 因為客家人很喜歡 然後 所以泰雅就會講他們叫奶奶 然後或者是說 他們另外一個叫客家人叫苦力 苦力 就是苦力 叫他們叫苦力 因為客家人就是大部分都很 就是看起來都很命苦這樣子 都是就是很勞動 所以他們會叫我們叫奶奶還是叫苦力 我工作的部落在這裡 這叫正希寶 他在這裡相隔對望 會看到另外一個部落叫做司馬庫斯 那這兩個部落 互相看得到 但是車程要一個多小時 尖十鄉大概就這麼大 這麼大多大呢 新竹縣五分之二 一個鄉占新竹縣五分之二 尾喔 就是這麼大 然後呢 這個部落 再過去就是桃園縣三光 復興鄉 他叫台耀 這一邊呢 這一邊呢 你們看到這一邊 過來 就是我們有分前山跟後山 這邊是前山 這比較靠近竹東的平地 這邊白色的區域跟綠色這個區塊叫後山 就是海拔一千七八百公尺 那 呃 在這個白色區塊裡面 你們在這邊看到司馬庫斯 你們在這裡看到了台耀 這是同一個村子 在行政區域上 他們都叫做御峰村 他們都叫御峰村 那泰雅的名字叫馬里逛 就是馬里逛 然後呢 好 這兩個村子 就這兩個部落 同一個村喔 可是他們開車要多久 大家可以猜猜看 你們可以猜猜看他開車要開多久 三個小時 五個小時 差不多 開車要五個小時 所以說 你想想看齁 在同一個村子 光是這樣子走路就五個小時 真的要發傳單 基本上 我們會覺得養鴿子會比較快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想像一下 在這樣的一個交通情況裡面 這樣的一個空間的距離 這個地方要發展 他有他先天的很多限制跟困難 那好死不死也是因為他在很深山的地方 他的交通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在過去1990年代之前 甚至在我進去 90年進去到部落 到1996、1997年之前 這裡基本上都還看不到怎麼平地觀光客 看不到太多的外來的漢人 那 這是他的交通的限制 可是呢 就像我剛才說的 風水輪流轉 你永遠都不曉得說 原來過去30年來沒有開發 然後呢 他變成是怎麼樣子 變成了一塊處女地 就在整個 你知道嗎 在都市的眼睛裡面 這個變成一個什麼Nature 純淨自然的地方 沒有污染 然後呢 沒有破壞 哇 就是Bingo 太棒了 太好了 然後呢 大家就怎麼樣子 我們就來吧 往這裡進軍 所以很好笑 就是說 他們窮了30年40年 可是呢 一下子之間 過去的那種 不發達 過去的落後 變成什麼 變成他們最大的賣點 因為他們太原始了 所以大家全部都來看 原始 這個東西 好 那 這兩個相遇 在90年代後期 就展開了 這邊齁 這邊過去是內灣 大家也許知道齁 就是內灣線小火車的最後一站 部落的生活呢 是要到內灣在外面 就是竹東正去採買東西 從我的部落正希堡這裡 到內灣大概要三個多小時 大概三個多小時 呃 超過 對 大概要三個半到四個小時 從這裡下來 會下山比較快 大概兩個多小時就會下來 上山比較久 上山又上破 會比較 會比較 開比較久 那 換句話說 你在竹東買了一隻地牙兵 覺得好吃了 拿去給媽媽 可是你拿到家裡面 那你會被你阿布爬 地牙兵在哪裡 因為五個小時之後 三五個小時 在那邊早上走 你可以去想像 如果說 你要買一隻原子餅 你要開車 三個小時出去 三個小時回來 你要買本作業部 開三個小時下去 三個小時回來 那你就知道 什麼叫做 住在山上 我排灣組的跟北南組的一些朋友 第一次來這裡的時候 然後呢 他們的第一句話是 我現在才知道為什麼叫平地炎住民 來到一千八百公尺 你都誰誰誰 我跟你講都暈了 都暈了 那這樣一個交通的不方便 促使的部落就是說 當然他對社會發展 他對於經濟 他們有很多不同的期待跟想像 那你要知道那種窮怕了窮久了 當他有機會吃飯吃肉的時候 你是狠狠地咬下去的 那這個是我們 就是說在思考很多偏鄉 他們為什麼要迎接國光史話 他們要迎接 如果你們有去大城 你們會知道 那裡還在塞骨車齁 彰化的大城鄉還在塞骨車 然後就是風格說這樣 都見口頭 你看到你就會覺得說 你大概可以去理解 為什麼這個地方的人 他們想發展 因為沒有年輕人 沒有年輕人 那我們如果知道這樣一個交通距離 那我們大概可以去想像一下 他們是怎麼樣子度過這三五十年 那基於這三五十年的心理壓抑 然後呢 當90年代 找到觀光做一個出口的時候 那不難想像大家的一個期待 那我附帶一提這個地方 沒有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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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在十年前 十年左右 那馬街醫院才開始有一些 巡迴醫療隊進來訪馬 雖然這裡有 秀蘭波羅這裡有一個叫衛生室的 可是他沒有常駐的衛生跟醫療人員 沒有醫生 在波羅裡面會講說 在這裡要看到醫生 比看到黑熊的機率還要低 你可能出門尿尿你會撞到黑熊 可是你看不到醫生 你看不到醫生 那這個是部落的山景 海拔一千七百 這很像預算團 很可愛 這就是我剛才講到我們的交通問題 早期的路都是部落的人 這樣子去人力挖掘出來的 那因為山上的生活很不方便 所以呢有一個契機改善了 那改善就是從這樣的路 只能夠騎一台機車 然後到怎樣 可能可以塞四列那車 那怎麼來的 為什麼可以從這裡走到這裡 1974年是一個關鍵 74年大家也許知道 就是台灣發生石油危機 蔣經國當行政院長 他該死幹什麼 十大建設 十大建設對原住民有什麼影響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叫做貴族 就是在台灣以前沒有輕鋼架做板摩 鷹架以前 台灣的所有的鷹架都是竹子 以前是 現在是用鐵架嘛 輕鋼架他起初大棒架是用鐵架 以前是用鐵架 百鐵架 原住民就是兼職鄉最多貴族 那個又直又高又好 所以呢 在74年以後 因為平地十大建設 然後建設的需要 所以他貴族量突然之間暴增 於是有非常多的平地老闆 跑到這裡來 跟原住民談說 我來幫你們開條路好不好 然後呢 條件是什麼 你們也不用付錢給我 你只要我這條路開過去 兩邊呢 的竹子通通都歸我的 這樣子就可以了 原住民想說 要跌到這麼多了 竹子一年生了嘛 那一年就長出來 你不會給你 沒有關係給你 然後呢 幫我們開路吧 好 開路了 然後呢 這些路開了 然後呢 平地接通了 當然在早期 還沒有太好的交通工具 因為197080年代 大家還是蠻辛苦的 所以徒步還是主要的方式 他們到山下買東西 然後呢 走上來 那因為交通的關係 一天一夜 所以以前的人都會買什麼 買鹹魚 那種很鹹很鹹的鹹魚 然後帶上來 因為不會腐 不會腐爛 這是他們對平地的一種味道的記憶 鹹魚 那 至於說他們要拿什麼東西 放在竹樓裡面帶下去呢 就是這個 大家應該知道了吧 香菇 這就是他們的段木 那 以前日本時代 他們就開始教原住民種香菇 那 所以 香菇的歷史還算長 當然 在國民黨政府的時候 種香菇危險 很高 因為林務局都會來抓 因為 種香菇一定要砍樹 那林務局又不得人家砍樹 那 就是跟原住民一直都是 就是說 大家就照顧對 就是 就是這樣子 他來我們就跑 以前的話 林務局來了 村公所有一支那個廣播器 就是村子裡面的那個村公 那個村辦公室會有一支喇叭 只有一支廣播 然後呢 只要林務局的人有來 就開始放 笑力珠的愛國歌曲 所以大家呢 就會全部停工 大家開始走 走走走走走 這是以前在躲林務局的情況 那有時候 有時候不爽 就是跟林務局打架 因為林務局會毀掉這些東西 他們會把香菇拿走 然後把這些毀掉 所以我們跟國家 一直都處在一個非常非常緊張的狀態 大概珍西寶寺 林務局現在包括國家公園 都不太願意進來的地方 他們到現在其實都還蠻 蠻願意跟我們談的 為什麼 因為他不談的時候都會被我們打 或者是怎麼樣子 就是直接把他車子 就是把他 你不曉得 反正就是車子自己會壞掉就是 所以呢 所以其實法農講 暴力其實真的是有效的 那 我附帶一提 就是我們來看為什麼那麼多的 菲律賓的原住民 或者是說中南美洲的原住民 墨西哥的原住民 為什麼他們要 為什麼他們要用武裝遊擊隊 你會覺得說這些人為什麼那麼暴力啊 好可怕 我舉一個例子 如果說這是一個天秤 天秤的這一端 就是說朝向主流社會傾斜 就是朝向白人 朝向漢人 整個主流社會傾斜 如果呢原住民這麼弱勢 不管人口上的弱勢 然後呢 就是說民主制度 選票上面的弱勢 等等 你如果要他們用他們的遊戲規則 我跟你講 他只會維繫著這樣的一個什麼 緊邪的結構 因為他們人數太少了 他們太弱勢了 所以呢 你只會怎麼樣子 遊戲規則又是他們定的 啊你們大家我們來講理嘛 我們用民主改革方式體制內慢慢玩嘛 他可以玩死你 他可以玩死你 你有怎麼辦 很簡單 你只要拿一把槍就好了 你只要你只要上街開槍 然後你只要怎麼樣子 你只要用鼓勵 他們馬上要怎麼樣 開始你要什麼 我們坐下來談好不好 你不要再開了 就你不要再拿槍了 我們來談吧 有些時候 我的意思是說 我不見得 就是說主張武裝跟暴力 但是就是說 我們要去理解一個弱勢者 最後的不得已 其實是用這個方式 這個才是 你會發現包括愛爾蘭 北愛爾蘭的反叛軍 他們都是用武裝革命 你們知道菲律賓 你知道嗎 明達納爾 那個摩洛人 他們現在獨立了 就是國中有國 知道嗎 南菲律賓他們現在就是 為什麼 他們也是武裝遊擊隊啊 就是一直跟菲律賓 打仗啊 就是一直打啊 一直打到現在 菲律賓說 疲了 但你只要用功 好 那他們才爭取到他們應有的 做一個人的權利 那這個是我們要理解 弱勢者他們的一個方式 那最後一定會得到一個平衡啊 最後一定會得到一個平衡跟談判 可是如果你沒有用這個方式 基本上 一個大人跟一個幼稚園的小孩 你要說你要跟我談 基本上我會覺得說 你在講小威 就是你在練小威嘛 那如果這個小孩子拿一把槍的時候 這幼稚園小孩子拿一把槍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弟弟有事慢慢商量 槍先放下來 類似像這樣子 那 在整個種香菇之後 這個是孤寮 這是孤寮 那 部落就用這個方式 背到三下去交易 然後換東西 然後買東西上來這樣子 那日治時代呢 當然他們也開始轉變他們的生活型態 另外 日本人 日本的政府一直都覺得說 原住民是因為他們有槍 而且擅長狩獵 所以他們的 惡性不改 惡性不改 而且成為一個恐怖分子 要怎麼樣子讓他們放下武器呢 就是怎麼樣 定根 種田 那 定根跟種田呢 在日治時代 被引進到山上裡面來 這個當然也是因為他們要東亞南進 也要變成 就是說把三地 納為他們的一個什麼糧食生產基地之一 這個也有同樣 還有另外一些 經濟或糧食生產的其他附加意義 可是呢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情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部落喔 嘿 就是這個是在天賦 那這個為什麼 這個有什麼影響呢 我們知道 南台灣可能一年兩貨或者是三貨 但是三貨很冷 對 平地很冷 南部很冷 但是三貨很冷 像現在 我上禮拜天 溫度只有十度 三貨現在是十度而已 因為海拔一千公尺 溫度降六度 我們海拔一千八嘛 如果這邊大概二十度 那邊大概十二度而已 很冷 那 稻子就只能一年一貨 因為水很 水很冰 所以呢 它不能夠太多的修成 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就是說 這邊很多昆蟲 三點都是天然的 所以很多蟲 所以呢 就是收穫 其實沒有我們想像的好 那還有就是日本時代開始 他們 我看過那個日本的李帆製稿 就是日本的警察拼制 他們說 他們送了很多牛給泰雅族 可是呢 牛還沒牽到山上就沒有了 因為獵人覺得呢 有牛不吃是一件很侮辱自己的事 就是 這不是一個養牛的民族 這是一個吃牛的民族 所以 叫他們種呢 他們種不起來 那你要知道早期的施肥是怎麼施 一定不是什麼 不是現在化肥 早期的施肥都是用人工肥料 那什麼給人工肥料 塞 塞流 那 你要知道 泰雅族會覺得這個是日本人真的很不衛生 你要知道 日本人來到山地做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他們覺得原住民到處亂大便 很沒有衛生 所以日本人先做一件事情 是蓋公共廁所 然後呢 再來就是蓋出 隔除他們的室內障 就是蓋公墓 讓他們馬人玩在外面 可是呢 這個蓋一個公廁 然後呢 讓大家不要到處亂大便 因為你亂大便 可能狗還是豬會吃掉 過幾天就沒有了 可是呢 在日本人眼裡面 原住民亂大便 沒衛生 可是在原住民蓋好廁所之後 他們不敢上 為什麼 他們覺得日本人沒衛生 為什麼 大便那麼髒那麼可怕 他們怎麼喜歡集中放在一起 你會發現這是一個不太一樣的民主思維跟衛生觀念 衛生邏輯 那如果我們 我們會發現其實文明是有不同思考的 就是說 對於文明 對於公平 對很多事情 我另外舉一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 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我們會覺得說 比如說我 我有一分地 然後呢 我們兩個換工好了 那 我去幫大哥家裡面 種補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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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 很簡單嘛 他也要派我一分嘛 你如果像說我幫你補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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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 然後呢 賺摸一分 我們才叫扯平了 但是在布農族的社會裡面 他們對公平的概念跟我不太一樣 我幫他種一分 但是大哥回來幫我種半分 我會說 OK 就這樣子了 你明天不用來 為什麼 他的能力就是這樣子 他的能力就是這樣子 他盡力了 他做到了他該做的 這個就是公平的 他們不是用一比一這種兌換 來認識公平這件事情 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你如果在蘭嶼 有看過蘭嶼的 他們在划船那個十人洲有沒有 最近他們也有划大船來台灣 你看那個十個人的大船 那個叫魚團 好 我們今天魚團一般來說 有八個到十個人的座位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我們今天呢 坐十人洲好了 然後我們去抓魚 剛好抓到十七條 你一歲我一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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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噴噴噴噴噴 我們十個分了 我們有十個人 可是都來第二輪村七尾 你們想想要怎麼辦 要怎麼分 你們想一想要怎麼分才會公平 你覺得 剩下七尾的時候要怎麼分才會公平 七沒有辦法分給 沒有辦法十個都分到嘛 那要怎麼分才可以公平 給家裡人口多的人 給家裡人口多的人 這是一個方式 你呢 比較認真 比較 這次出去貢獻比較多的 也有可能 你覺得呢 要怎麼分會別公平 共群的小孩 一樣是貢獻比較多的人 就分給他多一點 你覺得呢 也是家裡人比較多 大姐你覺得 家裡面有老人 家裡有老人的 很合理嘛 你們覺得呢 大哥你覺得咧 你覺得要怎麼分 當場煮一煮 煮一煮 煮一煮大家一鍋一起吃了嘛 開啪 對不對 你們覺得還有嗎 你覺得呢 煮一煮大家吃嘛 對 標準答案是剛才講的 丟回大海 這個是很深很深的智慧跟哲學 我不是跟你們開玩笑 這個是很深很深的智慧跟哲學 就是說 他們的方式是 把七條魚丟回去 分不平的全部丟回去大海 你要知道 人類真正認知公平的方式是什麼 都有的時候就有 都沒有的時候就都沒有 這個是我們最可以接受的公平 你說你貢獻多 你憑什麼說你貢獻比我多 你們家有老人 我們家難道也沒有老人嗎 你說煮成一鍋大家一起吃 他媽的你憑什麼多吃我兩口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 其他的各種方式都是一種解決方式 但是人都會有嫉妒心 在這個處理的過程裡面 人的度恨 人的比較 競爭各種心理 它其實會出來的 那個魔鬼會出來召喚你 唯一的方式是什麼 都沒有嘛 我沒有你也沒有 欸 他不會覺得說 他很難優的 很艱苦的 回去不會說 想整個方法 剛才那個魚頭好想吃 對啊 可恨 你知道我意思嗎 他就沒有這樣的一個度 他就免除了這些所有的度恨 所以我才說這其實是一個很深的民族智慧 但是這個是他們的公平 他們在理解公平的方式 那 所以我們會以為說 正義會以為說公平很多的東西 難道你看看光是台灣就有這麼多的解讀的可能性跟方法 那難道說有一個普世的 真的有那個普世的價值嗎 那個價值又是什麼 你的公平正義放到我家裡面來的時候 會是怎麼一回事 這個其實是我們在做很多人道工作 在做很多社會關懷的時候 我們要做個功課 就是說你能不能用人家在地的knowledge 在地知識 在地的網絡 然後去認知這些 這些我們附加上去的行動 這個是我覺得很重要的 那 我剛才講到說 74年 74年之後 然後 呃 老闆來了 然後呢 他們來開路 都叫我 這樣不會啊 可以幫我弄個熱水嗎 還是 不要冰水 就是說 老闆來開路 他們一定會留下什麼 他一定要有怪手 他一定要有什麼推土機 這個怪手跟推土機 這個怪手跟推土機 對原住民部落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不是只有路而已 是這個 是國原 就是以前沒有種機械的時候 原住民沒有能力整地 所以呢 你會看到 部落裡面30年前 超過30年以上的地 都是陡坡 就是說 那個水果六月 你會看到 那種的 對 那個坡沒辦法整平 但是呢 在70年代之後 透過了這些機器進去 坡地可以整平了 整平以後可以什麼 可以種經濟作物 還可以種什麼 種高能蔬菜 可以種茶葉 種很多東西 在那個之前 其實是不太 不太可能的 那 機器進來 地整平了 水果種起來 種什麼水果 我們都知道 我們上了年紀的人都知道 台灣以前有一個很重要的水果香 就是李山 李山種什麼 李山種紅狗 那個年紀 我的年紀 我小的時候 我們都還很珍貴 連我這個年紀 我小時候 連吃蘋果都還是很珍貴 如果沒看病 就很難有機會吃到一個蘋果 然後呢 台灣就是怎麼樣 那個時候只有台灣 有蘋果 就是生產蘋果 所以蘋果很珍貴 又很貴 李山的太亞族 和平鄉這些 他們靠蘋果賺了很多錢 他們真的賺了很多錢 所以呢 很多很多的原住民 包括我們部落的 雖然他們還沒有路 可是呢 他們也想要賺錢 所以呢 就到李山去拿了蘋果 然後呢 蘋果的苗 開始接吃 開始種 可是呢 好死不死 蘋果你整個種樹 然後長成蘋果 至少要好幾年 那很不幸的地方是什麼 當部落開始種好蘋果 第一個 路還沒開通 第二個 當部落 蘋果種好路也開通的時候呢 華盛頓已經進口了 我們已經可以進口華盛頓一顆十塊啊 就是整個蘋果崩盤 整個蘋果崩盤 所以呢 包括李山 包括李山 就是全部的蘋果樹都砍掉了 有一陣子都砍掉了 現在因為有蜜蘋果 所以有些人又還是回來種 可是以前呢 有一陣子種過之後 你會發現有一陣子 台灣就不再產蘋果了 為什麼 因為進口 因為進口比較便宜這樣子 那 我們種那個蘋果很好笑喔 就是 種這些蘋果啊 水蜜桃 呼籠的年輕人會跑去那個 台大實驗農場 就是白天去看 然後呢 這顆是什麼品種 這個是什麼品種 然後呢 拜託那個 那個 農市場的說 可不可以給我 給我 減汁 就是給我那個汁齁 那麼他們不要啊 他們都很痛恨那個 農改長 覺得他們很摳 很摳的話 自己要想辦法 就要記啊 這根電線桿數過來 第四顆 晚上大家就知道了 對啊 雖然歡喜齁 就開始加加減減 回來種 所以那個年代 其實是真的很辛苦的熬過來 真的是苦過來 可是 即便種好了這些 都還是有通路的問題 我等一下會講 路通了以後 怪手來了 然後蘋果種好了 然後呢 路通了 大家開始經濟生活改善了 慢慢可以買車子 然後 這個車子以前 兼實相到現在 一直到2010年 一直到2010年 兼實還沒有任何交通工具 就是沒有沒有公共運輸系統 完全沒有 直到2010年 然後兼實相 開始有一台 二十人座的中八 那個中八上面呢 有一個logo 是這樣子的 一隻手握手 然後上面寫 兩岸新聯興 然後呢 陳雲嶺自鎮 那個是金樹梅去跟中國要錢 然後買的 兼實相有一台 武豐鄉也有一台 然後上面就是這樣子的logo 就是兩岸人民心聯心 你看就是要自己的 可是 沒有辦法 在那個沒有交通的年代 大家就是這樣過生活 我曾經看過一台浴龍的 汽車五人座 當然因為山上路不好 所以他們下面都要加鋼板 加底盤 把底盤墊高加鋼板 你們可能很難想像 那五人座可以做多少人 二十個 二十個 塞進二十個 後面的那個奧道 他還可以用竹子掐著 對 用那個草子給它動的 後面坐五個孩子 湯仔四個湯仔坐四個 前面的司機座會坐三個 旁邊 你就不曉得你是怎麼塞進去的 可是就是那麼的神奇 那個年代大家覺得習以為常 你會覺得你很像活在印度 那當年大家就是這樣過生活 然後熬過了這個年代 然後呢 我剛才講到 動機械進來 所以現在很多的土俗流的問題 其實是跟這個脈絡是有關的 跟這樣的一個脈絡是有關 就是說 當我們可以 當人類可以某個程度上的去征服自然 載至自然的時候 那你就會怎麼樣子 你就可以很輕易的挖地 然後整坡地、整地 那為什麼會一直整地呢? 我們會想那為什麼他們要一直整地? 其實理由也很簡單 為什麼? 要賺錢 除了賺錢以外 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他賺不到錢 他賺不到錢 所以他只要一直整地 什麼叫做賺不到錢? 大哥可能知道 不過原本 你要知道 在山上種菜 是 基本上去台灣種菜 是在賭 看天吃飯 在賭 賭這幾 鳳梯有來嗎? 我們會知道 鳳梯沒有來的時候 高雷菜 有時候 我們英雄裡面 有時候一顆五塊十塊 那種都有嘛 那個時代 我們都經歷過那個 一顆五塊一顆十塊 柳冰一顆一塊 哪一種年代都有 就是說 當他們今天的蔬菜量 進去到濱江果菜市場 西湖果菜市場 今天到貨量太多的時候 他的價格會怎麼? 會整個跌下來 如果今年都是天氣很好 然後呢 他種菜種了四期 然後呢 價格怎麼樣子? 價格其實都很低 他都判斷 那 他的基本開銷可能要二十萬 但是他今年種了這四期 價格都低到不行 然後呢 他可能只種了八萬塊 他明年要怎麼辦? 他明年只好再次 再多多一點 種更多一點 然後呢 來賺二十萬 維持他基本生活開銷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 市場價格的波動 使得我們什麼 我們很多偏遠的山坡 偏遠的這些山地 受到很大很大的傷害 吐司流其實是台灣農業 或者是說台灣糧食價格 的一個什麼? 是被他掐死的 我們可能要 我們要搞清楚這個東西 貪婪當然是一個東西 可是 如果說 我這樣賺 我就可以 蓋一個花子 我告訴你 人沒那麼困難了 我可以這樣子種 我就可以吃得飽 然後 生活得好的話 我跟你講 我們會跟歐洲很像 就是我們賺到錢 我們會去度假 我們不會每天 沒事就在上面一直 一直砍 一直挖 然後一直種 湯路有這些人 那些難口 才會那麼勤勞 湯路的人 其實沒有那麼困難 那 這個是我們在山上 慢慢的看到 後來呢 整個山地的經濟作物 除了從蘋果 然後一直到什麼 後來是變水蜜桃 後來變水蜜桃 那蘋果不賺錢了嘛 美國進口了 那水蜜桃就開始種了 那水蜜桃有一個優勢啦 就是什麼 水蜜桃的 它很容易 當然美國也很厲害 美國水蜜桃放在台灣 放在那裏 都不會暖 所以美國人真的是很神奇 美國真的很多聖丹 你看那個美國的蘋果 放到冷氣 就不會暖去 就是 湯也沒酒也沒吃 然後就是 一顆放到冷氣 薄薄這樣 就不會暖去 那這個美國先丹 不知道怎麼會暖 其實那個蘋果很厲害 可是 水蜜桃是這樣 水蜜桃如果說 你 你不放冰箱 大概五天裡面 就會爛 熟透爛掉 你如果放到兩天裡面 放到一天 它就黑去 那點就黑去 兩天它就暖去 所以說 水蜜桃是一個 比較不容易運送的水果 那在那個年代裡面 九零年代初期 它的確餵很多的山地鄉 包括桃園復興 堅持等等 包括宜蘭都賺到了錢 那 可是這個水蜜桃 賺錢的背後還是有很多的辛酸 為什麼 因為原住民沒有通路 住在山上的朋友 他們 他們很少外面那麼多的市場 因為他們不在 他們是以務農為主 他們沒有在外面做生意做什麼 然後 頂多就是可能在平地工廠 待過 然後賣給自己工廠以前的朋友這樣子 但是那個都非常的銷量有限 因為 水蜜桃是這樣子 就是很像五燈獎 一個燈亮 兩個燈亮 三個燈亮 它不會說 你知道它是同一個季節 就都熄了 它就全熟了 也就是你如果沒有冰庫來做 來做調配的話 你會有一個很沉重的銷售壓力 因為你如果再放三天 你這種東西你就不可以賣了 因為它就熟透了 所以呢 因為這樣的一個產品的特性 使得原住民在跟中盤 溢價的時候非常弱勢 中盤他會跟你講說 他會跟你擺姿態 不然這個價錢 我就打這個價錢 就是這樣 你沒問題 不然你自己帶回去 你直接把它拖回去 你拖回去兩天折就掉下去 你現在五十塊賣 他會跟你說 好怎麼燒到這樣 你明天要睡二十五塊都沒人要折 所以呢 這個就是原住民在 種這樣的一個產品過程裡面 他很 就是說 對他不利的地方 那 我在一九九六年 開始幫部落做整個產品的直銷 那為什麼要做直銷呢 我們可能可以想像一下 這樣子一盒水蜜桃十二粒 我們知道那個十二粒是因為它比較小 六粒就是它比較大 可是它重量是差不多的 那這種十二粒的一盒 大家可以猜猜看 我們賣去給水果行 就路邊的那個行口水果行 你們可以猜看看 這個可以賣多少錢 四百塊 四百嘛 我們在路邊那種車 或是說那個 便宜外面 都有在賣嘛 三百四百 還有沒有人 要出價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拿去賣給水果行喔 我們在那裡賣給他 直銷賣給水果行 就是我們一車 這樣保存好 然後載去 人家載去賣家 對 他再賣給人 我們賣給他多少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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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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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能很難想像 我們可以這樣子算 一盒一百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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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紙箱要錢 這個成本現在大概三十幾塊 四十塊 不一定啦 看你的 這個大概至少二十塊錢 然後 可是你還有這個 黃色 還有你上面要蓋一個墊子 然後你還要套袋 你還有狼鋼 你還有肥料 那 所有的 你一百塊 你一百塊 他要把你切斷 就是切斷這樣子 啊 都少 你要怎麼辦 你沒有辦法 你還是要賣給他 就是這樣子 你沒有辦法 我們的朋友還 賣了以後 還買毛利達比 給老闆說 謝謝你 所以你就知道 就是農民的悲哀 所以說我才會開始做整個直銷 那你想想喔 他一盒 他一盒 買進來 他收一百 我們還常常拿不到錢 老闆說 你上次我們有幾粒 有幾粒 有幾粒 你拿到這塊來收 堅持到平地很遠 你沒有那個工 那條名 每天在找他 討錢 他就把你拖 把你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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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火 還來啊 去年年的火 那個火錢也不給你 這是在山上常常有的事情 那 你們可以去想像 一盒賣四百塊 像大家講的 一盒四百塊 然後呢 一百盒多少錢 四萬塊 對不對 我們一百盒 他就可以賺四萬塊 可是一百盒的成本都好 一百盒才一萬塊 他淨賺就是三千 他淨賺三萬 他的淨賺就是三萬 你要知道 一般的水果大概沒有錯 就是這個價格 他的鯉順是鯉三千 水果 利潤就是抓三成 零售的價格就是抓三成 所以有什麼 我們在外面那些大麥茶 可以看到那個 那個 對 金椒放到黑去 流蓮放到開花 本來是一粒一粒 後來是一堆一堆在賣 他不會虧錢的 因為他的成本很低 你看他一萬塊錢 他只要賣幾盒 賣二十五盒 如果四百塊的話 他買一百盒進來一萬塊錢 但他買二十五盒 他成本就回本了 他第二十六盒就是淨賺 所以如果在座的同學 有大學生 你若不會讀書 你若讀書 如果讀書 讀書 你若讀書 創業的絕佳管道 因為那個利潤 真的是很可怕 很驚人 好 那我就先不說這個部分了 那當然相對來說 種植經濟作物之後 代表自己算 公立賽跟那些青椒 水果 水蜜桃都要跟你搶 你啊 你我土地拿去賬菜 你就不可能賬小米 因為這個小孩沒有人要吃 所以 原來的傳統經濟作物 跟伴隨著傳統經濟作物 很多儀式 文化 當然就是在整個戰後 就是越來越衰退 越來越沒落 那這個是後來的一些 新興經濟作物